有當勞和年尾娟主持的晚吹讓我一次買過舊 請來五穎梅擔任節目的第一位嘉賓 分享她平時不為人知的購物趣事 一向直腸直肚的吳姑娘多次在節目中反白眼兼秒咀 又不斷狂吹娟姐 引來大批網民批評吳姑娘沒有禮貌 又替娟姐感到委屈 事隔幾天,當事人娟姐終於開刊幫吳姑娘解話 她說多謝大家對新節目這麼留意 說看電視輕鬆些 其實吳姑娘很nice,對她很好 還說希望下次有機會再合作